新冠病毒的急速爆发和蔓延让全世界的人手足无措 许多地方正在采取封城措施,以求疫情得着控制 全球各地的人们都盼望瘟疫尽早结束,使他们的生活可以回归正常 人眼所看不见的病毒,为何病毒的传播这般难以阻挡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这种病毒极其微小,除非使用超强的显微镜 否则我们肉眼是无法看见的 如果连人的眼睛都无法看见,又怎么能打败看不见的敌人呢? 人眼所看不见的其他事 虽然我们看不见,但许多事物的确是存在的 就像空气一样,我们随看不到,它却是真实存在的 没有空气,我们就无法活下来 同样,我们不能看见无线电波,可是收音机却能接收到 我们无法看到紫外线,可是你在太阳底下站久了,就会被晒热 还有一样,我们不能看见神,然而神的存在却是真实无比 神也有一个敌人是我们无法看见的 就是负责传播这次瘟疫的撒旦 人眼所无法看见的仇敌撒旦 我们需要知道,在物质的世界之外,也有一个属灵的世界 是人肉眼无法看到的 神的仇敌撒旦想要伤害我们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把他比喻为贼要来偷窃,杀害和毁坏 感谢主 因为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借着他的死就消除了魔鬼 人眼所看不见的赐生命的灵 亲爱的朋友 神为你所预备的是最好的 他爱你,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功救赎 他流出宝血,为赦免和洗净我们的罪 他被埋葬,三日后复活 并且成为赐生命的灵 如今,他可以进到你里面 使你重生,赐给你永远的生命 现在,你只要向他祷告 主耶稣,感谢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 感谢你成为赐生命的灵 使你可以进到我里面 主,我承认我是个罪人 请赐免我的罪 我现在就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和生命 在你宝贵的名里祷告 阿们